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25年前的8964 在他之前从4月份5月份这一段期间 那学生所做的事情 及其现在正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基本上是类似的 状况也差不多 他要求对话反对腐败 而当时被当成腐败的靶子的 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 康华公司那称为官岛 邓小平护着他儿子 开了枪了 所以在当时的学生来讲 其实他们并没说 特别深深的知道共产党的邪恶 说不能给共产党以任何借口 我们不推翻共产党 但党把他们 你可以那么对待人家 人家干你的时候可是气着咔嚓就干了 对吧 那今天呢 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台湾的学子所要求 同样是拒绝共产党 要求现在的马英九政府 今天要跟中共所签订的服贸协议本身 就是出卖台湾的利益 这是他这么一种前后的标榜的故事 马英九承诺 不设任何前提的情况下 跟学生对话 法广报道这么说的 马英九说 不预设前提下 愿意邀请学生到总统府对话 马英九这样的说法 是为了化解僵局协助国会能够工作正常 而学生如果有正面响应的话 总统府会派代表邀请学生进行会谈 那面对马英九的这样的提议 学生团体的代表林飞帆表示 他同意不设任何前提 但必须有必要的具体讨论内容 比如说两岸协议的监督条款 是否有法制化必要 以至于福茂协议审判 在审查之前 是否应该先完成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法制化 另一个学生代表说 总统如果愿意跟学生对话的话 不要在总统府 而应该在卡达格兰大道 那立法院的院长王金平 自己昨天到了这个院长官邸 召集了立法院 被占领之后的第一次朝野协商 大家没贪妥 反正中间是有冲突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就是说 他的比较大的进展 就是马英九主动的提出来 不设任何前提 跟学生对话 在昨天 应该是前天了 我看到了一个片子 那这个片子呢 有点类似当一个多月前 在乌克兰时我们看到的片子 那这是一个女生拍的一个片子 她讲呢 她是台湾人 她与台湾的民主呢 一起长大 她在讲述 她的父母为台湾的民主 做出过贡献 那今天的民主制度 台湾的民主制度 非常年轻 台湾的民主制度 那跟我一样是需要呵护 跟年轻人一样需要呵护 那我个人看过之后 我自己挺感触的 就是今天的状况来讲 因为马英九的所作所为呢 有点重复独裁 或者说集权 专权的那种做法 其实马英九的这个做法 因为自己的利益的需要 出现了这种偏差 而作为生活在 在民主体制之下的 普通的台湾人 年轻人 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呵护 那其实在昨天 又有了另外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是这么说的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y an explosion of color and sound the divine culture returns experience sheng yun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in sheng yun.com 那这个片子呢 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片子呢 是整个现在在现场的 台湾学生的学子 年轻人 在说给他父母 我希望不要再冷漠地看待这件事了 如果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是有信念跟希望的 就是现在 对我们在创造历史 台湾现在无力及无权 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展现我们自己的魄力 我们只是在这边静坐是 没有办法让政府 让他人民觉醒 所以我希望如果能够和大家过来这边 能够好好地思考说 我们未来的台湾该怎么办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大家的一小步是我们台湾的一大步 我们不只在这里反黑箱 也反服貌 我们更反对的是 引起这些事情后面的社会结构 我们要捍卫台湾的民主 所以现在欢迎你站出来 就是我想跟我爸爸妈妈说 就是请他们不要担心 就是我在这边很好 就是我们都很有秩序 我在这边帮忙 不会有随便上危险 我会保护自己 不用担心 因为之前家里不是很支持我参加这种活动 可是因为这一次的话 感觉不一样 因为家里好像对我这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好像蛮支持的 然后就很谢谢他们那种关心我 然后愿意支持我做这件事 我打算说这件事情没有平息的时候 我不会回去读书 所以可能会辜负妈妈对我的希望 这是可能就是 对妈妈比较抱歉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去读书啊 书还可以再读 我这种事情不能错过 我今天是纯粹是 我想要自己来 因为我认为说 我如果今天不出来去发点声音 不然去赞同他们的想法 那我觉得有一天 那个台湾可能就会这样想死掉 我还想要对未来的孩子们说 请多多关注台湾社会不公不义的事情 让我们为这片台湾做一点努力 我想对未来的我的小孩说 因为有妈妈 所以你们不会活得这么辛苦了 我希望未来的孩子 就可以生活在一个很安全 无忧无虑然后又很环保很节能 一个很干净的家园这样子 我要对我十年后的自己说 我很高兴我自己站在这边 然后我为我自己的国家 尽了一份力 我希望未来的台湾能够 就是大家能够更自治 民主会更成熟 不像现在还需要学运来 推动一些法案 可以让人民表达他的权利 可以让人民表达他的意见 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我希望以后的小孩也好 或是以后的大人也好 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的活动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是为了追求程序上的正义 然后告诉那些立法委员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说我们人民不是选完之后 就忘记这个国家也是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也不希望这一代的中年人 掌握了这个政府的机器 却决定了下一代的这个未来 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够有 像今天这群年轻人一样的勇气 去勇敢去对抗全世 我真凌凌 我真凌凌也真打拼 想买奏 我做让你聚敲 Profess 行人啊 驚人煩惱 行人啊 驚人想奉我 天公伯啊 你若有带看 就要薄皮 薄皮只割毁啊 天公伯啊 你若有带看 拜託你薄皮 薄皮只割毁啊 在这个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生了这么一幕 那网上报道是这么说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呢 他取消了中共特务朱晓明NG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代表的资格 朱晓明实为中共特务 但他当时参加人权委员会的身份是藏学家的代表 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西藏文化与保护发展协会 他在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偷拍王炳章博士的女儿 王天安的私人的电脑的物件 那这件事情呢 在推特上被人发现拍了照片 然后报给了人权委员会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取消了这个叫做朱晓明的人的资格 所以你记住啊 这里最我说共产党最龌龊的 他是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民意 然后打着盗窃了中国西藏文化和保护发展协会的民意 保护藏人 他是屠杀藏人的帮凶搞不好 但是他外面在的民意是保护藏人 穿着西服隔离 而干着特务的事 永远他是对自身的人性里面都是扼杀的行为 只要跟共产党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把这样本部相关的事情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我说的那句话 谁对共产党抱有希望 是对你本身成为一个人 这一点上的侮辱 对你个人能够脱生成一个人 在天地之间是一个想想当当的人 本身的侮辱 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扼杀人性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